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賴超輝、杜爾軒又會和大家一起分享人生的故事 今晚又會有哪個嘉賓來講他的故事呢? 2004年,獲英國機械工程師學會頒發食品工程師年度大獎 孫大文是歐洲歷史上首位擁有兩院院士的華人 2013年3月,孫大文和莫言、鼎海鵬、朗朗等十位華人 一起獲得了影響世界華人大獎 作詞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今天我们晚安广州呢 请到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 他就是孙大文院士 欢迎孙院士 今天来的这位嘉宾是非常的重量级的 因为他刚刚拿到了影响世界的华人的这样的一个称号 我们也现在要祝贺一下 影响世界华人大奖 这之后呢就是媒体是普天盖地的报道 当时呢你一看 因为我也是在跟他一看 上面写的都是莫言的 不是圣诞文版 OK 就莫言本获得这个大奖 然后圣诞文是在等在里头的 可以把上面就写了圣诞文版 所以我后来很高兴把莫言等到里头去了 你在前面都是把圣诞等到莫言里头 你又看莫言等等等等等 然后才里头写到圣诞文 但是我是在这儿要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就是孙院士本身是二兰皇家科学院的院士 也是欧洲人文和自然科学院的院士 那这个在欧洲历史上两个科学院都获得院士的 那个孙院士是第一位 但是这个是一个学术类别 就是您是一位国际知名的科学家 但是刚才我跟小杜说 请教一下就这个影响世界的华人大奖 它是一个社会性的 你自己怎么看这个获奖 这一次获得这个影响世界华人大奖 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 我自己觉得是一个相当有不齐的一个事情 因为为什么是相当有不齐呢 因为本身它这奖就是 是一个社会都有工作的任何 而不是科学界 因为科学界都有工作的任何这很简单 大家我发表论文 我有成果 大家都懂 对吧 大家都看得懂都知道 工作做得相当不错 我给你这个奖 那又把工作做到给社会认可 那这个难度就大了 所以呢 获得这个奖呢 压力也很大 但是我是觉得虽然是很谦虚 就是说他觉得科学啊 学术这些获奖这个 好像对于他来说 跟这个社会性的认同比 他更看重这个社会性的认同 但是我想观众们肯定很想知道 就是说 就是说 这也是凭什么能够获得这样一个社会性的 这个影响世界的华人大奖 我觉得呢 就是说为什么会得到 这个社会的认可 还有媒体的认可 就是 这个跟我 就是 就是我在食品检测 无所检测这一块呢 工作做得很好 而且呢 我现在也是在 往这个里头有一部分工作 就是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呢 因为我本身呢 就是相当光注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 所以呢 就是在不同场合下 我会利用一切机会 来呼吁这个事情 就是说 如何来改善 什么国家的食品安全问题 可能也跟这方面的那个 就是我不同场合下 在服务呀 在来做这个事情 可能也有关系 虽然身为世界最顶级的科学家子 但孙大文的研究 他是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紧密相连 其中 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最大的一项 就是超快速增空冷却技术 两百年前 英国人利用古老的冷冻技能 发展了现代冷冻干燥技术 在延长了食物保存期限的同事 他也都发现 利用传统冷冻干燥技术处理的食品 没有办法避免营养的流失 也都难以长时间保障维生安全 但是到了今天 孙大文开创性地 将超快速增空冷却技术 从那初扩大到毒品领域 这项技术的形容 是一块5到7公斤重的熟肉制品 从72摄氏度冷却到4摄氏度的时间 从以前的15个钟头 大大缩短到了一个半钟头之内 食品的营养流失大大降低 而安全卫生状况就大幅提高 从中国到爱尔兰 孙大文用30几年的时间 将冷冻干燥技术的发展 推向了世界巅峰 孙岩市有一项世界性的开创性工作 我没认识孙岩市之前 你就允许到了 对 你讲的这个就是 就是我前段时间在做的一个 就是真空超快速冷却技术 不是拿来动的 是冷 冷 不形成这个冰晶的 就是 就反正很快 很快 为什么当时会想到这个技术呢 就是说我们传统的你刚才讲的你跑到那个 出载厂流去用风 取得你很冷 对不对 叫冷冻厂 对 它那种 床測方式 我们就床測 因为你要把它冷下来 你必须给 必须把它热量给取走 对不对 它温度才能下降 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这个过程就床測过程 这床导呢 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中 实际上是第一次碰到的 就是说你如果你今天晚上回去 你也可以做一个实验 释放的时候 有一块这个布的fabric 还有那个一把勺子 都放在这个床座上面 你实际上温度是一样的 对不对 然后你一摸 你会发现那个勺子是冷的 这个桌布是热的 对不对 对 有这个经验吧 但实际上呢 它表面温度是一样的 是不是 那为什么你觉得它冷呢 这次是热传导 热传导器 就是每个物品 它能够把热量给骑走的能力 是不一样的 有些物品呢 它能够很快速的 把热量给骑走 有些物品呢 它就是没办法 把这个热量给骑走 传统的 你到那个 到你说那个 那个工厂流气 对不对 它就是基于这种方式 来把热量给骑走 那对我们食品来说呢 它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食品 它这个把热量给骑走 这个能力 非常非常的低 它是低到什么程度呢 低到一 相当于我们的玻璃窗 我们玻璃窗拿来干什么的 你知道 隔热 隔热 对 所以你如果用这种方式 又把它冷下来 特别是大快的 就是慢 那就相当慢 我这个真空冷切呢 就是实际上呢 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从另外一个思路 来考虑怎么解决这问题 就是它不是基于这种方式 不是说你这个 把这热量给骑走 通过这个导热的形式 把这热量给骑走 我们是通过这个蒸发 家里的高压管 你用过了 用过 压力管 用过 用过对不对 对 压力管 我们拿来准备 可以时间很短 对对 为什么 因为改变了它那个环境 里面的环境 是什么 就是压力加大 对压力加大 封闭了它 就是让它的那个 里面的那个 我也不知道 我刚才其实看那个 孙岩师在提问的时候 我特别害怕 我特别害怕 没问题 我看到它的眼神 是一致半截的 我先想 我懂一点 不是 我刚才 我刚才看它 有点害怕的眼神 所以很完美 别坦克 就是它是通过这样的 因为把这个压力 任何的把它提高 然后呢 让它里头的温度提高 那么这样的话 就快 那真空文件呢 就给它倒过来 反过来 对 反过来 就是说我把 这个压力 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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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到很低 对不对 降到很低呢 就是它就会形成了 就是食品 就有冷却的食品 跟这个防井 周围的防井 枪体里头的防井 就是有一个压力差 所以就破水里头 有水分就蒸发出来 那么蒸发的时候 它会吸热 吸热它就会把这两个带走 这样物件就冷下来 所以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那为什么你能这样去想 反过起来其他人没想到 这个技术不是我自己的技术 这个技术本身就有的真空冷却 对真空冷却 实际上这个技术是用在蔬菜跟水果方面的快速冷 这个在60年代已经就用了 这个技术并不是说所有的食品都可以冷 你如果说用一块 就是说你刚才讲的一大块肉 实际上也是没有效果的 我们是专门用来做这个叫hang 就是我们西方吃饭 西方人吃饭都是hang一块一块肉 对不对 它这种肉它制作的过程中 它有特别的功率 所以就导致了它这种肉品 非常适合于这种真空冷却 孙大文研究的超快速食品冷却技术 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并且在世界著名的食品行业雜誌 和国际会议上面发表了600多篇高水平的论文 出版专注13部 2010年 孙大文成为国际农业工程委员会成立82年来的首位华人主席 但是很少人知道作为当今世界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 孙大文曾经差点连读高中的机会都被剝奪 在他的投学过程之中 到底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从一个生长在农村的学生 到现在影响世界的杰出人才 他又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我是我们全家无一意味读高中的 因为我们家成分不好 所以我姐我哥他们都是没有机会读高中的 他连资格都没有 就不能读因为成分不好 对要读高中的大对推荐 大对推荐 所以有一段时间 有一段时间就是我当时是在老家 我在老家读初一初二吧 可能读到初二然后初二的上班学期 就是说如果我在老家读下去的话 那就肯定跟我哥哥姐姐一样 就没得读了 就没得读 就证明出不来 对 然后我爸呢 爸爸呢是在另外一个公司里面当老师 我爸是去求人 去求人的 就是生平地日求人 他就是典型的知识分子 就是求那个大队书记 说这个把家庭的情况告诉他 说这个小的还比较小 看他出来以后干嘛干嘛呢 他就跟我爸说 你孙老师你这个在这里就了一辈子 指数怎么看也就是像 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读高中的 说你把他这个 还怕是同情 对 是一个很政治的一个书记 真的是相当一个政治的书记 然后就让我转学 转到他们学校去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当时就推荐我上来高中 在我的眼里看他是个神童 为什么 因为他高一就被推荐考大学 对 而且还入围 我是76年读的高中 高一我们实际上是读 几乎没读什么书 当时是做一个 毛泽东选记第五卷 做一个必修课来的 每天早上都必须读毛选第五卷 然后毛选第五卷 读完以后又写笔记的 又写心得体会 就是说你有什么感受 读后感 对 读后感 对 读后感 对 我写那些东西 那段时间一直就是在做这个 然后是等到77年 77年那个 这个恢复高考的时候 全部才起修 我们才进入真正的正轨 进入真正正轨 真正来读 读这个数理化这些东西 所以当时咱们就有一个政策说 再秀高中生 成绩特别突出的 经协秀推荐 可以参加高考 我是农村中心来的 我们当时推荐了可能有 十五个人 五六个人 现在地上不胜 特别记得特别清楚 当时就推荐了几个人去参加 然后我当时就有信入围 实际上当时根本就不有 因为大家都没有考过大家 虽然当时我就报了这个黄农农学院 但黄农农学院没有取上 没有取上官了以后就回去啦 实际真正就是恢复高考是七七年吗 七七年对 七八年是第二届 对就七七年我参加过高考 就是咱们国家恢复第一届 第一次高考我就参加了 我们当时呢 大家的理念就是 都是相当相当当纯 就是疑心想写好知识 想尽早地这个为国家服务 真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事情 所以呢 大家都很轻松 我英语是从大写里头 一年级ABC写起的 因为没有基础啊 当时为了这个把英语写好 我们就在身上都带了一个本文的 就是一个小本的背单词 上面都是英语单词 那就是我们早上起来到试探里去 排队打放的时候呢 对 大家都是很多人在那里排队啦 有些要排 很多人都在背 有很多人都在背 就是在那里排队打放 我们都拿着这个英语当中这样 边排队边打放 那时候 几乎所有的人都不行 就是在独生前 因为当时全国物价飞涨 85年 收入很低 然后当时就说 当时不是有个流行语 说 穷得像博士 傻得像救生 那就说 你如果读了博士 那是很穷的 所以是不讲 我也有些不忘的那一句 对 是有 既不继续读下去 是一个问题 就在那时 确实是一个十字路口 这是我自己觉得呢 我人生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性质 那当时呢 也是争取了不少人的意见 后来呢 就是我爸一直只跟 跟我说 就说 就说 一个人只有有知识 那么你在任何一个社会 你都可以生存 就 协会知识 有崩壘 那么你在社会 都可以生存 就是这个理念 一直在我当中 就是他最朴素的一些话 对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就是说 自己这方面能力特别强 但是呢 有一点呢 是必不可少的 就是我相当的侵犯 就是 就是像当时读博士的时候 我又去跟本科生 一块上科 因为我从机械转到化工 它里头是有基础知识 我又补了 所以我当时又去跟本科生 修两门和三门 基础科 还有跟硕士生 修两门 我这一方面呢 毅力比较坚强 就他是一个毅力很坚强的人 对 就我能感受到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相关的领域的教授 都给教授学信 全世界各地寄满 我15年开始 我97年才拿到钱 食品外面烫紧杯的设定 那就是必须由我们广东学来做 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 去海外淘金 是当时很多人的向往 博士毕业的孙大文 也都希望可以到国外继续深造 在寄出了无数风球迹讯之后 孙大文成功地申请到了 赴德国工作的机会 1989年 孙大文搭乘飞往德国的航班 请王西统纳的大号 重新取分材流研究工作 我们以前出国 我出国又怎么做呢 首先又按照自己的专业 然后给国外做相关研究的人写信 以前都是写信质信的 反正你就看文信 没有中介 对 没有中介 是自己弄的 对 就是看论文 论文里头相关的领域的教授 都给接受写信 全世界各地寄满 就跟相关联业有关的 就是我们就去 说把这个简历附上去 然后表达这个 你想其他那里 做研究这个议事 就是这样去 接完以后呢 就会 基本上都会收到恢复的 就算他不要 他也会告诉你 对 他会告诉你 没有 甚至他有时候会给你推荐 说你可以跟随时随联系 他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对 因为以前他那些 他收到这种信息很少的 对 特别来自中国 对 特别来自中国更少 那你那时候是很多国家都发了吗 我发了很多国家 但是呢 最后呢 就是德国跟那个日本 给我那个工作 做研究工作 还是博士后 不不 就是 我们国内就博士后 但国外就是 研究工作 就做研究工作 这一点我是一直很骄傲的 就是说 我是在咱们国内 拿的博士协位 然后以这个国内的博士协位 去国外工作 这一点我很骄傲的 因为我们当时内 那批人有很多人出去 是去重新读一个博士博士博 那你要学得语吗 我后来就是刚开始去的时候呢 就是用英语 作为一个工作语言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德国的那个舅舅就说 你这个 因为我当时德国是 给我三年的合同 他就说你这个 刚开始你这个英语可以 但是呢 你现在是在德国 他希望我再过一年两年以后 是用德语给他们的舅舅 这样子 就对你明确有这样的要求 明确明确 那么我就开始学德语 写到什么程度 写到报纸 报纸 我看报纸 我基本上知道 他的讲什么 等到最后 我德语能够看 还有能够说一点的时候 我又用意语开口 已经觉得有难度了 然后当时就是因为 我不愿意放弃 我学了这么长的时间 你就面临一个选择了 对 所以我才放弃 我才放弃德国去英国 此后的点言 从英国到外尔兰 从处庆材料研究 到公物光醋研究 虽然展转了几所大学 孙大文却依然坚定地走在自己的沉蒙之路上 1995年起 孙大文受骗于爱尔兰 个立都柏林大学 成为在爱尔兰第一个获得永久教职的华人 并且以最短的时间 从广师进升为高级广师 副教授和正教授 这个也都是他克服了在海外求职最大困难的一段时间 整个爱尔兰大陆去的 不包括香港 大陆去的大概也就是一百来年 有很落寞的时候吗 我就说很落寞的时候 这个我倒是觉得 我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但是碰到困难倒是碰到不少 最大的困难就是 就是我刚开始去爱尔兰的时候 当时申请课题 申请课题当时难度是难道 为什么呢 我做一个 因为你写上去 申请出写上去中国名字 是 我一个 我当时应该是 我当时去爱尔兰西德博恩大学 当老师的时候 应该是无疑的一个亚洲人 在这写者里头当老师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那个课题 如果你申请不到 其实你是没费用 对 是这个意思 对 因为他不像我们现在国内 说只有招聘一个人过来 他会给你启动基金 给你 给你 给你费用 所以我去就没有 什么都没有 有的就是学着付你一份公司 还有你最关键就是又去申请到课题 申请到课题 那就是又跟爱尔兰人竞争 又跟同行竞争 那么当时申请到第二课题 实际上是这样 就是增肯冷切 这是我的第一课题 因为我写过无数申请书 都是没有成功 在此之前 然后我是又把整个申请书 全部写好了 然后我跑到国家作品中心 当时我是 那个系组正跟我说 你可以去找他 跟你合作 必须找一个人来合作 爱尔兰人 所以呢就是我申请书 全部写好了 我自己的idea 我自己的思路 全部写好了 然后我去找他 然后告诉他 你来跟我合作 你作为这个课题的负责人 我是 就是一个成员者 然后呢 你分分之五十 我分分之五十的经费 这样情况下他同意 跟我合作 那么这个课题就成功了 成功后面就 就容易多了 因为呢 那个课题做的也是 相当相当好 但是呢 后来就相当好 难就难在之前 不停地申请书 但是又没有下文 对 钱也没有 对对对 刚开始是很难 确实是 那个多长时间 也有 也有 哪这几个月 我初五年开始 我七 九七年才拿到钱 两年 两年的时间 对啊 就是没有不停的写 有机会你一看 哪里可以申请 你的研究不能进行下去 因为你没有经费 你没有经费意味着什么 你没有研究生 你没有研究生 你没有实验室 你什么就做不了 只能做到教书 你若是 只能在大厦里 就说 就说你别想了 虽然身在海外 孙大文从来都没有忘记 培养自己的母校 华南理工大学 孙大文一直在华工 担任合作教授 主持着多个研究项目 在同学们眼里面 孙大文没有一点的价值 是亲切的孙老师 科研上很严谨 科下的其实就是很放松 很跟大家融合在一块的一种感觉 现在跟国内的合作多吗 跟华南理工有吗 我跟国内合作很多 我特别是我跟母校 华南理工大学 我是广东省领经人才 你听说过 听过 广东省领经人才是第二批 入选广东省领经人才 然后我现在是在 华南理工大学城 有一个基地 我们就成了一个研究单位 就现代食品工程研究院 然后在那里 就是重点想开展 这是我刚才说的 那个计算机事节 在这个基础上 光谱 对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再加上这个光谱信息 就是叫高光谱 对 这个技术 这个这一块 我们想重点 做这方面工作 另外一个工作 我们想做 就是 食品安全工程 就是我们食品安全一般都是通过微生物这种检测 时间很慢 我们这个食品安全工程 我们通过现在的 像这个高光谱设备 或者通过这个加工过程中 怎么温度控制 压力控制 来保证食品安全 就是那么一块 那有一块我想做的也是都是前掌性的 开创性的工作 就是就低烫食品 低烫食品体系 什么意思呢 就是咱们现在国内社会只在买电器的时候 都有一个能耗指标 对不对 ABCD ABCDE 都有这个能耗指标 那我的思想呢 就是食品从田头到餐桌 就是说从种植到采摘到最后加工到包装到修费 就是我们把它吃完以后到灰气物怎么处理 你吃完以后放剩菜怎么处理 就这个链从头到尾 涨全球总排放的成本 是一个很大的量 所以我的设想呢 就是说 可能再过一段时间 或者五年 或者十年 或者甚至更长 就是要看这个科技的发展 可能再过一段时间以后呢 就是我们每个食品上面都是有一个烫指标 就是说可能西方国家就会 首先来推进这方面的事情 那么如果说我们国内这方面工作做得慢的话 那么这是很有可能 这个西方很容易可能把它做一个 贸易堡垒说 你又进口到我欧盟国家或者美国 对吧 你的食品 你没有看排放标注 我不知道你这个食品的排放值标多少 等于他们的一个技术壁垒 对 可预见的未来 他可能会说 对 这是我的 对 这是我的 我的 我的看法 就是说他就会很容易的 就是说你 不然你有 你超标了 你不能进来 或者你救钱 就是说你救趟税 或者说你根本就没有标注 我就根本就不要 你就不让你进 那么在华南美工大学这一块呢 我现在呢 有一个 有一个方向 就是做这方面的 就是说 希望经过这几年的努力 能够建立起这样一套排放指标 然后呢 如果说这方面工作做得好的话 那么那会是以后会是全国 甚至很有可能就是全球的第一套指标 那么如果说这个指标能够建成的话 那么咱们国家这个汤指标 食品方面它里面的设定 那就是必须由我们广东省来做 广东省就必须由法南美工大学来做 就是一个开放性的 都是未来的 一般我做的 都是做的 看得远一点 在国内 食品安全问题由来已久 难以根治 从生醉清安 瘦肉精 到塑化剂 被扣油 食单位等等 各人对于食品安全的态度 从最初的愤怒 漸漸变得麻木和无奈 作为食品质量和安全方面的专家 对于目前刚代的食品安全问题 孙大文又有着怎样的看法呢 从食品加工的技术来讲 我们的技术也不落后 你说食品的检测 实际上 现在我们用的检测设备 西方用的我们这边也是有的 当然 为什么一直会出现 这个食品安全事故呢 我自己思考 我的观点就是 在监管这一块 跟那个楚奥这一块 不够 监管呢 不到位 我们有很多食品安全问题 就是因为监管不到位引起的 所以呢 我的建议呢 就是说 我们应该加强 对这个监管人员的批评 跟管理 管理也很重要 同时呢 又加 就是又往上相应的 法律法规 又真正 让这个制度 使到这些监管机构 他要又负起全职 就是说 他必须是一心一意的 全心全意的 就是来做这种工作 就像西方一样 像我们那边的监管人员 他就是相当负责的 如果说他出了问题 他必须负全职的 他不经理的丢工 就问责 对 那就是很严重的 如果说呢 是你监管不到位 那你看这个监管的 因为他这个负责 这是第一块 另外一块呢 就是在处罚这一块 我总觉得我们国家 这个处罚力度是不够的 就是对违法 造成食品安全事故的 行业跟个人 我总觉得我们这个 处罚力度不够 那么处罚力度不够 就意味着 他这个违法成本太低 违法成本太低 那么他就对这个 罚力就没有敬畏 处罚力度高到 他这个 没法承受 他这个违法成本太高了 那么他就不干了 对吧 我觉得这是 这是两块 我一直在呼吁 我说他们应该尽 他们应有的 社会责任先 为什么呢 大品牌企业 特别是 我们有一个例子 就是商业买法 出现了问题 他们 首先 就是 没掩盖 掩盖 危机 没有 就是危机公关 或者什么之类的 对 然后最后导致 这个问题产品 继续在这个市场上流通 等到最后 网回不回来的时候呢 他毁掉的 不经理商业 他本身 他实际上 他影响到是 整个行业 国际而省的品牌 对 他实际上是 影响到整个行业 所以呢 我是一直在呼吁 我说这些大品牌企业 就是说 他们必须负起 他们自己的社会责任 要做一个 有责任的企业 要做一个 有责任的企业 你如果出现 问题产品的时候 你该下架的 你必须下架 该消费的 你必须消费 找回就像西方一样 就是第一时间 特别是第一时间 公布着相关信息 而不是说 采取这个危机公关 然后继续让 这个问题产品 这样来流通 我觉得这是很关键 所以即便如果说 说怎么做得好的话 我是觉得 我们国家视频安全 应该是有所改善 居然是话 每日我都在那 做着我最爱的工作 做一个普通学者 都都成为 享誉国际的科学家 他走过了 不平凡的 学习和奋斗的历程 出之 他美梦成真 听完嘉宾的分享 我想你都可能 有自己不同的感受 此时此刻 你又想到什么 欢迎你和我们说 天晚上的同一时间 会有新的故事 晚安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我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个《晚安广州》这个访谈节目 我对广州相当有感情 我在广州住了十一年 暂记了我在国内时间的三分之一 我希望我今天这个访谈的内容 能够对年轻人有所帮助 有所启发 也能够激励年轻人努力学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